史鱼事件 春秋时期 有一天魏国大夫史鱼病重身亡 魏陵宫和群臣前来吊唁 拜见大王 你为何不将你父亲入殿下葬 君上息怒 这是父亲一命我不敢不从 什么一命 回君上 父亲说他生前不能进渠不玉 退弥子侠 只能死后以尸见君了 唉 这是寡人的过失啊 徐伯玉是魏国大夫 他自幼聪明过人 饱读诗书 能言善辩 外宽内执 生性忠术 虔诚坦荡 然而魏陵宫一直没有重用徐伯玉 反而重用了弥子侠 后来魏陵宫在史鱼已施建军之后 便重用了徐伯玉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赞叹道 从古到今会有很多直言劝谏的人 但是到死了也就结束了 从来没有像史鱼这样用尸体来劝谏君王的 以自己的一片赤城的忠心 使君王受到感化 难道不算是秉执的人吗 请教授